温暖的阳光还有栩栩的微风吹过来 大小朋友在一旁野餐或者是踢足球 头前膝左岸的水源草原 在新竹市政府环保局的规划下 原有的越野车厂改造成为大草原 可以让民众野餐散步亲子活动 享受绿意盎然的左岸大草原 那我们这个环境改造呢有三大原则 第一以生态为优先 第二我们要做一个低维管的一个工程 第四我们必须打造一些 让市民朋友进来感到有趣的一个公共设施 所以现在在我身后大家所看到 这个水源草原 这是我们新竹左岸里面面积最大的一个草原 有18公顷 那我们将这个草原呢 依地形在进竹市的巧思之下 做了一点点缓坡 那是要增加它的趣味性 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里的时候 不仅可以享受这绿油油一片的草原 绿地之外还可以尽情的奔跑 新竹市环保局表示 水源草原是争取经济部 水利署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 整理了18公顷相当于428个 标准篮球场的水源草原 并且新辟了宽4米长1.3公里的自行车道 草原区里面包括有设置的这个游戏草丘的部分 那可以让民众小朋友来这边玩飞盘 野餐或跑跳 它有一个非常缓和的土堆 可以跑上跑下的 很适合的运动健身 非常的舒服 那另外我们这边也有整个草原 原来原生的一个牧草区 把它保留下来 以生态为优先的一个理念 把它保留下来 河岸的景观平台 可以在那边观赏我们整个河岸的一个风貌 还有我们整个我们大草原的一个风景 另外也设置了这个野餐草原 野餐平台 这边总共有五个地方设置了五座野餐平台 那设置在我们六八桥下 那这边最重要的是说 可以利用这一个桥下呢 在太阳过了五以后 它就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 水源草原就位在左岸棒球场的东侧 跟国道一号之间 可以由水源出入口进入 往西可直达台十五省道的竹港大桥 串联南辽渔港 往东则可以到柯子湖人工失地 以及千甲空气品质进化区 开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